你自己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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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家到 曹家到 曹家三大天才 唯首的便是曹颖 不過他應該不懈出手 曹丹败於你手 那如今能出手的便只是曹修了 就是那個小子 破壞了我曹家和葉家的聯姻 沒想到 他居然是奇品終極煉藥師 你便是那個硝煙 我聽曹丹說過你 你水平不錯 希望你不要因為一些行為 把自己給扯入泥潭中 多謝忠告 這是我葉家的一處產業 不過 因家族落敗無人打理 讓諸位見笑了 聖丹城寸土寸金 能有一安靜落腳處已經很不錯了 明日便是五大家族的考核日 大家早點休息 老夫先行告退 天火前輩 您確定這銅片是遠古之物 你小子實力雖然不錯 但閱歷還是差了點 真正的秘密不在這個銅片上 而是在這些銅鏽裡 你用一火斷燒它 好嗎 這是玉嶺粉塵 這玉嶺粉塵在遠古可是大有名頭 它不僅是煉之八品 即以上單要的一種必須之物 而且若是將之融入靈魂 則能滋養靈魂 增強靈魂之內的靈氣 從而踏足那所謂的靈境 可惜遠古靈魂修煉之法早已失傳 不然兩者相輔相成 效果更佳 看來只有等將老師救出來以後 問問他老人家了 好了 老夫也算是完成了任務 剩下你就慢慢感悟吧 這 莫非便是靈氣 你 魂之急 密守天靈 那靈斷魂 魂之急 那靈斷魂 那靈斷魂 都怪我 是 有神主門關 模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千烟烟火 何人胆敢窥视丹城星域 好恐怖的强扯 仅凭抑郁便能将我的灵魂震碎 没想到丹城星域 便是三千烟烟火所在的地方 看来还需要赶紧变强 否则没有半分机会 先前有人窥探星域 不过所幸 未曾将三千烟烟火惊醒 不然的话 又是一番麻烦 可探测到何人 没有 不过此人的灵魂力量倒是不错 恐怕已踏入灵境境界 灵境 难道是魂殿的人 魂殿那些家伙 四处收集炼咬师的灵魂 据说连那耀尘都落在了魂殿手中 耀尘 前段时间丹玉城叶家大战 其中一人便是耀尘的弟子 耀尘的弟子吗 我倒是很想见见 你意思是 想要守住叶家在丹塔的长老席位 需要先接受丹塔对五大家族的测试 并且要在丹塔五大家族测试中 排名前三才有资格 但五大家族的测试 外人不能参与 所以 我要先成为你叶家准女婿才行啊 我出去走走 你们慢慢聊 这家伙 这 只是权宜之计 只要能够再度保留席位 那叶家便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 到时 萧炎先生便与叶家没有了半点关系 这都是什么搜主意 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 可你这样令新兰日后如何见人 相对于叶家存亡 新兰个人名声算得了什么 萧炎大哥 请您再帮助叶家一次 只要 只要能助叶家度过此劫 新兰愿往后给您做牛做马 萧炎的心 新兹你又不是不知道 答应你的事 他自然不会撒手不管 你这样反而会惹到他不耐 萧炎大哥不用担心 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况且萧炎大哥以后 注定是斗七大陆上的顶尖人物 新兰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这事就随意从长老安排吧 如此便多谢萧炎先生 大长老 草家又来人了 说是要与西兰小姐提亲 来你叶家提亲 西兰不在也就罢了 如今已经回来了 还要百般推死 难道是瞧不起我曹家不成 曹公子说笑了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这门亲事还望曹公子再考虑考虑 该考虑的是你们 乖乖将新兰驾驭 我们曹家还可以出手帮你们一把 否则就退出单于五大家族之列吧 王主是假 屯兵是针 这曹家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曹家真是好威风 提亲不成 并动手伤人 也太没有大家风范了吧 两名斗尊 我说叶家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硬气 原来是找了不少帮手啊 你便是前段时间 来叶城闹腾的消炎吧 你是何人 曹家七品炼药师 曹丹 曹丹 什么鬼名字 你 小爷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但你要清楚 我们曹家可不是冰河谷能比的 更何况你之所以打赢冰河谷 靠的是你身边两位斗尊强者吧 霍卫 如果你们今日不插手此事 那日后若有丹药需求 可尽管找我们曹家 不用了 不用了 关于炼丹 我等自有更好的人选 你也是炼药师 懂炼药书 略懂 你们叶家 该不会是把此次考核 押饱在他身上吧 就凭他 既然你是炼药师 那就好说了 炼药师 有炼药师的规矩 自然不能像粗人那般 打打杀杀 你我比一场如何 若我输了 这门轻势便作罢了 但若我赢了 你便不再插手此事 如何 不知曹丹少爷 想怎么比 吾而火 怎么样 若是不敢的话 认输便可 我不会抢人所难 既然你喜欢 那我奉陪便是 看我如何碾压 你们叶家的希望 小爷 我这火 天鹰魔火 取自八阶魔兽 天鹰三头尸体 你的若是寻常火焰 天鹰 别自取其辱了 有了 我操控火焰 可不单单是看火焰的强度 有一火 也不见得就能赢 给我上 一火果然威力不凡 这样下去 天鹰魔火可不是对手 我不准备 既然如此 那就甚至两种火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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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愧是异虎 若是换作其他火焰 恐怕早就被两头火兽给撕裂了 两种武器 那就四种 小岩 火而火可不是光看质量 数量也很重要的 以后与人比试可要牢记在心了 数量啊 小岩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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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够了吗 今日我输了 不过你叶家也别得意 丹会之上 我曹家自有人收拾而等 曹丹此番所言 恐怕曹家那个妖女要回来了 妖女 嗯 便是曹家曹颖 此女七岁便正式成为了一名炼药师 被丹塔看中 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 如今至少也是七品顶峰的层次 此女或许会成为萧炎先生 在丹会上的一大劲敌 丹会举办在即 中州各地赶往圣丹城的人 越来越多了 萧炎大哥都闭关二十多天了 这不吃不喝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他不会 这股能量是 是灵魂之力 你可算是出来了 小子 刚刚这股灵魂力量是你发出来的 难道你小子触碰到灵境了 灵境 嗯 其实灵魂境界也分为 凡 灵 天 地 四层境界 在远古 有着关于灵魂的特殊修炼之法 称为魂境 不过现在也已失传了 不然倒可以以此加快你的灵魂修炼速度 我本以为 你那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 老师 各位 丹玉到了 这丹玉如此庞大 恐怕不会比黑角玉小多少 丹玉分为外玉与内玉 这里不过是外玉的一处空间点而已 萧嫣先生 您可先随我去考取担榻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 想要参加丹会 等级徽章是必不可少的 我随夜长老走一趟 你们先随处逛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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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崇 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 看来叶家当真是无人了 萧嫣小友 那是丹玉白家的人不必理会 不愧是叶家的麒麟儿啊 这年纪轻轻的 七十四品炼药师 当真是人中龙凤 我白家自愧不如啊 过躁 小子无礼 住手 这里是丹塔 都给我老实点 算你命好 我是韩丽 负责此次考核 传送阵已经开启 各自挑选合适等级的法阵进入吧 请问 这里最高测试等级 有限制吗 七品中级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 那便考核七品中级吧 既然你这么有自信 那我就亲自带你去吧 叶宠 你叶家在哗众取宠这点上 倒是进步不少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哼 希望等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 哼 希望等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 测试完毕 白家 通过 啊 竟然突破了六品高级 这么年轻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 这白家果然底蕴雄厚 论天赋 还是得看我白家的子弟 不像某个废物 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只怕是躲起来了吧 哼 叶宠 等你叶家从五大家族除名时 我白家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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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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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小炎小友 请 几 几笔终结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 小炎小友 着实抱歉 我这边等纪有限 还需麻烦你去担他走步子 废物 都是废物 走 站住 啊 啊 怎么 你这个废物还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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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老不尊的家伙 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支付 咤 咱 咱